之前曾经传闻新疆南篮有一刚从凯尔克人在调的拉金 但据知名体育博主半山班卡特透露 新疆队全力追求的是一位全明星级别的大牌外员 他就是NBA著名球星德维恩伟德 这位爆料准确率非常高的宁博表示 据可靠消息原确认 新疆队正在与德维恩伟德密切接触 力争新赛季将他留在CBA 此前误报道过的NBA全明星级外员人选正是维德 昨晚看过推送文章的 应该已经知道了上赛季的失忆 但新疆南篮高层非常不满现状 从主教练的外员统统更换 主帅李秋庭换成了外籍主教练戈尔 大外员从布拉切换成了一个姚明克星之称的埃尔杰弗森 除了这些大手笔 新疆队还毫不松手 他们还要把总决赛的MVP亚当斯换掉 夺贯的血腥可见一般 之前没有谁相信新疆队会更换独贯空城亚当斯 如今再也没有人怀疑了 就在近日维德在中国进行商业活动 被问及新疆是否与之接触时 维德并没有否认 只是表示来中国打球会很酷 其实维德来CBA打球一点也不奇怪 因为CBA赞助商丽宁与维德就这方面的协议 在NBA退役前要到CBA打球 快了 维德有这方面的协议 新疆队又有追逐超级打牌外员的意向 与维德走得越来越近 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在今天的访谈报道中 主帅哥明确表示 球队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总冠军 是这样的 这方面新赛季要夺冠 俱乐部的态度很清楚 就是对于冠军之外的东西毫无兴趣 从我的角度来说 就是竭尽所能去夺冠 做到最好 保住我的工作 对于俱乐部来说 就是赢球 就是夺冠 目前这段时间很关键 如何打造出一支夺冠级别的球队 如何拟合起来 这非常重要 我们还需要在后卫位置上补强 然后完成整个球队的拼图 看清楚了没有 格尔表示要在后卫位置上补强 他们已经迁来了本土助攻王增令旭 现在还不满足 效果目标就是追逐大牌球新维德 完成整个球队的拼图 制作词 撸游弹 逐大牌球中域